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镇定 定是说心安住在一处 决定不改变 决定不动摇 佛在此地教导我们 我们的心应当安住在十善一道 应当安住在 弥陀明后 祖师大德们尝诗 震足双修啊 我们 必须要知道 一心趁烈阿弥陀佛 是我们的正修 一心安住 十善一道 是我们的祖修 这样才能得生净土 古大德 所谓的 爱不重 不生所谱 为什么会到六道里面来呢 第一个因素啊 是爱欲 所以爱不断的 就没有办法 离开 俗破世界 念不移 不生净土 所以念佛要专心 要专业 要专业 而世尊 在经典里面 明白地告诉我们 西方世界的殊胜 社方三世一切祝福都赞叹阿弥陀佛 他到底殊胜在哪里 他的殊胜就是在那个世界没有逆境 没有物业 殊胜在这里 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纵然 我们阿赖耶士里面 还有物的习气 没有断境 也不会退传 那 这什么道理呢 心实里头 虽然有烦恼的习气种子 可是没有缘 它不起现行 因 要加上缘 才会起现行 才会结果 因没有缘 不会结果的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 所以我的果报在那个地方 统统没有 我们这个世界 许许多多灾难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 西方极乐世界 因此在那边 只有 进步 没有退步 进步的 快慢 那各个人不相同 但是 肯定 肯定 不会退步 又 活跨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人 人 都是无量寿 寿命长远 进步 慢一点也不要紧 也是一生成就 说 进步缓慢一点 也不使我们 反复的境界 为什么呢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 祝上山人 聚会一处 这个上山 也有 十多不同的讲法 啊 我们知道 西方世界 有四图 九品 每一图的标准 都不一样 啊 我们说 最低 凡圣同居土的上山 就是 十山也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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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十堡壮严土的上山 大明觉菩萨 可见的 这个上山的标准不相同 但是 西方世界很特别 跟他方世界不一样 他虽有司徒 可是 司徒的大众啊 常常在一起 啊 聚会一处啊 这个是太殊胜太殊胜了 啊 是四方世界 都没有的 唯独西方世界有 啊 他的殊胜在哪里呢 殊胜在 我们虽然是 凡圣同居土下下平 王神的人 天天可以跟 激光土 是霍土的 这些大菩萨 等教菩萨 像我们常常熟知的 啊 观世音菩萨 大师智菩萨 文术普行 米勒菩萨 天天在一起 跟这些人在一起 接受他们的讯息 所以 我们能想象 得知 就是 最缓慢的进步 也比射方世界 要快得多 射方世界 哪有这么好的缘分啊 啊 到西方极乐世界 可以跟这些大菩萨 天天在一起 啊 得他们的帮助 啊 不知不觉了 自自然然 就有梦进去了 啊 所以 西方世界 不退转 西方世界 陈就快 啊 我们在 《观无量寿经》上看到 凡圣同居徒 夏夏平 王三哲人 只需要十二节 花开见佛 花开见佛是什么境界 十报图啊 凡圣同居徒 是待业的凡夫啊 一瓶烦恼都没有断了 十二节的时间 他就能够正得 原教的 出诸菩萨地位 在别教里面讲呢 他就登地了 十二节 在我们 看起来 很长啊 在西方极乐世界 人看起来 很短 为什么 他寿命长 他寿命是 无量节 十二节算什么呢 还不等于我们这个世间的人 好寿命百岁 看十二节 就像十二天一样 你才知道这个书生 所以我们的心 能够定在西方净土 能够定在这一句佛号 那就恭喜你了 你是纯正的镇定 啊 无比殊胜的 啊 无比殊胜的镇定 再加上 你心定在十三叶道 我们这一身做人 啊 生活工作 和除世代人皆无 除世代人皆无 信心念念 也与造则 都不违背十三叶 都不违背十三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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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叶道经里面所说的镇定 话 说的是容易啊 真正不违外进所动 才是地 由此可知 真修行的人 真修行的人 实在不多 什么原因呢 六根戒出六成境界 心动摇了 啊 这个定就没有了 这是很可惜的 啊 这个在佛法里面讲 魔障啊 啊 这个魔障就是 外缘不好啊 外缘把你的镇定镇静静破坏了 啊 最近 这几天 有从中国来的同修告诉我 啊 过去 有不少啊 啊 啊 受持 无量寿金 灰几本 啊 一心念佛 啊 啊 最近呢 啊 最近呢 受了外界的影响 啊 有许多人说 这汇集本不可靠 啊 不能念这个本子 信心动摇了 啊 退转了 这就是没有镇定的 啊 不念慧集本 现在 他们提倡康生凯的本子 不错 啊 实在讲 无量寿金 现存的九种版本 无论受持哪一种版本 都能往生 啊 绝对不是说 哪一个本子可以往生 哪个本子不能往生 这个是 决定错误的 啊 那我们对这个九种本子 究竟怎么选择呢 啊 实在讲 夏连局老局司 汇集这个本子的时候 没关系 老局司在序文里头 就说得很清楚啊 绝对不是要求大家 通通念他的汇集本 不是的 他没有这个意思 啊 他不过是用这个本子 啊 带动大家 认真地去学 无量寿金 啊 为什么用这个本子来带动呢 无量寿金 无量寿金 有五种的原意本 每一种本子 这个翻译的文字 都有一部分很难读 啊 我们读的不顺口啊 啊 意思 确实 需要人讲解才懂 没有人讲解 我们看不清楚 啊 他这个汇集 好处就是文字流畅 啊 我们念得很顺口 啊 这个一理清楚 不要人讲 我们都了 都能懂 啊 都能懂他的意思 好处在这里啊 啊 啊 真正符合 中国人过去做文章的 原则 简要降民 他会基本做到这四个字 啊 简单 恶要 也详细 也明白 啊 用这四个字做标准 看九种本子 他这个本子第一 啊 所以我们凭什么选择 啊 他这个本子呢 就凭解药下面 啊 啊 选择这个会基本啊 啊 啊 今天在海外 几乎都是收持这个本子 这个本子 这个本子利益的人太多太多了 啊 海外的障碍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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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的障碍都 严重 啊 啊 但是 无论怎么样来障碍 啊 真理 毕竟是真理 正法 毕竟是正法 啊 你可以障碍 三十年 五十年 甚至一百年 后来的人啊 我相信 决定 还是做这个本子 啊 为什么这本子好念 啊 所以他没有办法了 障碍一万年呢 没有没有这个能力啊 障碍的人 是什么样的居心 如果他的心不成正 必定都有 啊 这是破坏别人的正念 啊 决定道路 啊 那么我也曾经想到 啊 大陆同修 既然是 啊 喜欢康生凯的本子 啊 反对啊 汇集本 我们 找一个时间 把康生凯的本子细细讲一遍 啊 流通到中国大陆去 啊 这个好事情 啊 你喜欢什么 我们就跟你讲什么 嗯 嗯 那么喜欢汇集本的 就念汇集本 啊 喜欢康文的 就念康文 多好 啊 最重要的 能不能成就的 能不能成就的关键 就是你心定不定 这才是真正的关键 啊 啊 金教 绝对不是念念就能成就 啊 没这个道理 能说不能行啊 不是真智慧啊 啊 能说不能行 于生死啊 啊 于聊生死出三界 这些毫无关事 啊 只不过是什么呢 口善而已 啊 不能往生 啊 真正要往生 我以前讲经的时候讲过很多遍 啊 我说三倍九频 是什么因造成的 啊 我的讲法 跟古来祖师大的说法不一样 啊 我的说法呢 我们把无量寿经的教义 完全都做到了 啊 佛在金教里面 叫我们做的 我们统统做了 啊 叫我们不可以做的 我们绝对没有一条违犯 啊 这个人上上平 哇塞 啊 如果他只能做到百分之九十 还有百分之十 他做不到 这个人上中平哇塞 啊 假如他只能做到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二十 他做不到 这是上平下塞 你从这个一直往下降 那降到下下平往生 啊 也要做到百分之二十 啊 百分二十都做不到 不能哇塞 啊 我用这个方法讲 你们听到 觉得有没有道理 佛教给我们修行 要醒的 啊 金教不能落实到自己生活行为 那有什么用处 别说了 口善 行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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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不能往上 啊 所以 心要定在 所修的法门当中 啊 心要定在十善业道之中 啊 如果我们把心定在十善业道 啊 不求生净土 你将来一定升天 像天父啊 啊 上平的十善升天 这是肯定的 嗯 好 我们就讲到这地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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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